来看这个视频 一枚火箭单正在朝M1A1准确的射过去 显然击中了它的炮塔 你看它就像是一个被点燃的蜡烛一样冒起了熊熊大火 所以坦克主要的结局会很惨吗 其实并不会 这是M1A1被炸过之后的样子 看起来还相当的完整 要不是美国人采达技术直接把它丢弃的话 拖回去稍微一休还能继续使用了 刚才那个爆炸起火其实是有点故意为之的 因为它把自己的弹药舱放到了炮塔的后边 与成员舱之间隔着厚厚的防爆板 只会在每次装弹的时候短暂打开 而在弹药舱的顶部 虽然也使用了足够厚重的装甲 但是相对其他部位 在用螺栓固定在炮塔上时会稍微弱那么一点点 所以一旦被击中引起了弹药舱爆炸 它就会首先将顶上那个较弱的板子炸飞 把能量释放到外面去了 虽然看起来很火爆 但是却用这样的方式保护了里面的安全 这是一个弹药舱爆炸时内外视角不同的画面 虽然比较模糊 但是也能看出它们之间巨大的区别了 这个故意被设置来容易炸飞的板子 就叫做防喷板 而实际上 为什么美国不像其他很多国家一样 在自己最先进的主战坦克里面 使用自动装弹机 这种尽可能保证成员安全的处弹方式 也是重要的原因之一 因为一旦使用自动装弹 弹药和成员之间的物理隔离 就没法做得这么彻底 那美国人究竟有没有考虑过自动装弹机 他们又会把它设计成什么样子呢 你要是感兴趣的话 我后面就讲给你听 但是现在请你为我投票 上一轮投票大家很给力 我以第七名的身份 进入了西瓜Play的晋级赛 这就意味着 我更需要你的投票支持了 如果我能够成功前往韭菜沟 我就会用这台经典的 露来双反相机和这卷 已经绝版了的富士财色反转片 拍出独一无二的照片 装在这个精致的片框中 送给粉丝贡献榜排名前五的朋友们 大家加油哦 只要你坚持投票 你就会出现在这儿的 当然投票也是非常简单 入口很容易就找到了 每人每一天有初始的五票 但是你还可以通过做任务 来赚取更多的票 比如写评论 发弹幕 长按点赞 开启强烈推荐等等 也很简单 这样大家就又可以为我投出更多的票了 当然你的投票还能换来抽奖的机会 没投20票就能够抽一次 最大可以抽到华为Mate 40 Pro手机 祝大家好连连 好了 本次有趣和拉票混合在一起的视频 就到此为止 我们下一个视频见 终于有新车上市了 我说的是战车 更准确点讲是坦克 德国蓝银金属最新推出的KF51黑豹 号称是属于未来的第四代主战坦克了 由于目前只有官方给的宣传册可以看 我们就只好先盘盘那些在纸面上看起来比较酷炫的数据 对了重点看炮塔 因为它的底盘只是基于报二小改了一下 似乎没有太多的亮点 你看宣传册上敲黑板的地方 全都集中在上面 我们来挑几个 首先是全新的130毫米滑糖炮了 世界第一毫无疑问 至少在口径上 比其他120毫米的炮打了一圈 是肉眼可见的杀伤力提升 同时这枚火炮也是由数字化加持了的 通过一个所谓的未来火炮系统 数字和光学的综合信息将同步显示在车掌和炮手的屏幕前面 让它俩都可以对开火做出决策 其次估计是人力成本上升太快了 他们终于决定让机器来自动装弹了 20发的备弹量全都可以通过自动装填机来搞定 同时也能在几个不同的弹种之间灵活切换 然后你看这个部分 搭载的是一架无人机 它可以随时起飞 把车内的视野带到上帝视角 可以让成员在不冒头的情况下洞察四周 也能够更好的隐蔽在建筑物的后面 发动视距外的攻击 可以用无人机自带的7.62毫米遥控机枪 也可以发射坦克上面的4枚HERO120反坦克导弹 另外一些亮点还包括 屏幕真的很多 基本上你可以把车身想象成是透明的了 只需要三个人就能够操作 而且每个人的前面都是一套 可以完全控制坦克上所有功能的系统了 因此缺了谁也能够由别人顶得上 不过空间其实是构作四个人的 多出来的一个可以是战斗力倍增器 不应该是倍增角色 好了 我感兴趣的差不多就是这些了 漏掉的你来帮我补上呗 当今坦克谁是王者 要我说就是梅卡瓦 因为他至少是个特立独行的王者 当其他主战坦克都在把自己看似最值得保护的发动机 放在最安全的屁股上时 唯有他反其道而行 偏偏就是要把发动机装在离敌人更近的地方前面 所以这究竟是为什么 这样做究竟是让他成为了一辆更好的坦克 还是一辆更差的坦克呢 今天我们就来讨论一下 如果你去翻看一下其他资料的话 往往会看到这样一句简单的结论 梅卡瓦之所以要把发动机装在正面 是为了在遭到袭击时把它作为肉盾 以此来更好的保护车身当中的成员 并为他们留出宝贵的逃生通道 因为后面没有发动机挡着嘛 所以梅卡瓦另一个与众不同的地方就是 它开了一个后门 既能够让里面的成员快速的进出 也能够在必要的时候带上更多的士兵 充当一个临时运兵车的角色 看起来以色列对人的关心 显然是高于了对设备的关心 这点值得点赞 但是理由就这么简单吗 当然不是嘛 咱们再来挖挖更深一些的原因 梅卡瓦坦克的开发始于1970年代 直接的优因就是1967年和1973年 发生的中东战争了 在1967年的那场战争中 装备着M18和百副章坦克的 以色列装甲部队多数时候都是在脱离了 步兵的陪伴下单独作战的 而效果居然是相当显著 于是以色列就据此得出了一个结论 认为阿拉伯的士兵 在面临强大的坦克部队时 只会选择退缩 既然这样 我干嘛还需要那么多的火炮与机械化步兵呢 与其把资源浪费在他们身上 不如组建更多的坦克帘 让优势更加突出 全坦克这个概念就出现了 他认为只要我有一种既能够防御又能够进攻 能携带步兵进入战场 能载着伤员撤离火线 还具有指挥与控制能力的综合性能极强的坦克的话 就一切都尽在掌握了 这些都汇聚到了梅卡瓦的设计上 所以一方面 以色列继续发展这辆新坦克的概念 另一方面把大幅削减的机械化步兵和火炮开销 用在了采购更多升了级的百夫掌和M60坦克身上 期待下次作战能见奇效 结果1973年的那一张 是既证明也否定了以色列的概念 由于阿拉伯的士兵 已经拥有了更加先进的反坦克武器 准确讲是来自于苏联的AT-3萨格尔反坦克导弹 所以他们建了以色列的坦克部队 是既没有跑也没有让对方跑 以色列人承受了惨痛的损失 在多个战场上 不管是坦克还是装甲运兵车都被炸得体无完肤 而且这种状况不光发生在坦克单独行动的地方 就连还保留了机械化步兵伴随的坦克部队 也一样如此 所以以色列人这次又上了一课 机械化步兵确实是没啥鸟用 但是如果坦克弱机也只有挨打的份 以色列人真正需要的是一辆活力强大防护牛逼的现代化坦克 是时候轮到梅卡瓦登场了 于是火力靠先进的120毫米L44滑膛炮来保证 那防护呢 考虑到以色列人是被带着巨能装药战斗部的 高爆反坦克导弹给增产了 所以他们想到的 那肯定是针对高爆弹的有效防护嘛 高爆弹的作用机制呢 我们之前讲过 本质上就是一团融化的金属 靠高温高压来贯穿装甲 对坦克内部的有声力量造成伤害的 那对付他你只要保证有足够的装甲厚度就可以了 但是装甲厚了成本就高了嘛 坦克就重了嘛 其他各种各样的牺牲和妥协呢 也都随之而来了 难道就没有别的更好的办法了吗 要我说 以色列人就是意色列人 别人没想到的方案 怎么就被他给想出来了呢 发动机 你看这么大个铁鸽的 如果我把它装在坦克的前面 挡在敌人的高爆弹和自己人的肉身中间 不就绝对安全了吗 你别说 还真是的 哪怕发动机它并不是军制装甲 更不是复合装甲 但是它够厚呀 挡住高温金属的清晰 肯定还是没问题的 不过有人就要提醒了 难道以色列人忘了还有一样 叫做尾翼稳定脱壳穿甲弹的东西吗 它那跟动能极高的钢针 看起来是发动机绝对挡不住的呀 的确是挡不住 但这个问题呢 我想稍后再说 于是就这样 梅卡瓦的发动机就被撞到了前面 很多人因此就说 这是一个了不起的设计 它让梅卡瓦成为了 这个世界上最好的坦克 可真的是这样吗 我觉得至少有以下几个方面吃得上缺 第一 机动性 由于现代坦克的主动轮与发动机 是放在一起的 中间只是通过变速箱和叉速器来连接 无法加入任何的悬挂装置 这就使得发动机在前 主动轮也在前的梅卡瓦 机动能力明显不足 在崎岖的全地形路段行驶的时候 甚至还有断轴的风险 跟其他主动轮载后 可以装上悬挂装置的 右导轮载前的坦克相比 劣势就很明显了 而且它不光自己不太能跑 连别人背着它跑都要更费劲一些 为了在车身前部塞下庞大的发动机 并为其配置还说得过去的保护装甲 梅卡瓦的车身宽度 比其他两辆排名第二的坦克 M1和B2还宽了近半米 毫无争议的成为了世界上最宽的坦克 从而极大的限制了它通过轨道和公路 远程运输的能力 也许对小国以色列来说不是什么大问题 但是它就从来没有想过 把好东西卖出去一点 第二点 安全性 虽然挡在前面的发动机 是挡住了来自外面的爆炸 但万一要是爆炸来自里面 由于发动机占据了车身前部大量的空间 炮塔就只能整体后移了 这就限制了炮塔后部悬空部分的长度 使得炮塔空间有限 不能够像M1爆二坦克那样 把弹药装在炮塔后面 一个完全独立的带有防喷板的隔间里面 只能将其存在车身当中 以及用作后面撤离通道的两旁 尽管每一枚炮弹都装在了一个防爆的桶里面 但是中弹和着火时发生弹药爆炸的风险呢 还是比别人高很多 第三隐蔽性 把发热最高的发动机放在前面 等于就是在黑夜里 在自己的脑门上带了一盏明亮的头灯嘛 是无法将显著的红外热源 像别的坦克那样隐藏在自己的屁股后面的 在红外成像仪下面就更容易暴露了 另外炮塔的后移呢 也导致炮管的下倾角度受到了限制 无法打埋伏 躲在小土坡后面慢慢的瞄对方了 最后啊 难道打坦克战最好的方式就是 一遇到敌人便停下来放出士兵冲上去肉搏吗 因为它的装甲太脆弱了 它的发动机太容易被打爆了 它的油箱 对了啊 刚才我忘了提 它的油箱呢 也一样摆在了前面 太容易燃了 所以基本上遇到交战 梅卡瓦就得停下来了 好 疏散乘客嘛 但是一辆在战斗中可以持续移动 可以持续保护成员的坦克 不才是一辆好的坦克吗 哎呀 这么看起来都到第四代了 梅卡瓦 你为什么还要这么干呢 环顾整个世界谁家主战坦克 不会发射一发就要它想那儿的 唯一稳定脱壳穿甲弹呢 哎 问题就在这里了 什么才是好坦克 是由它奔赴的战场决定的 梅卡瓦的战场 来的通常不是一些 能够发射唯一稳定脱壳穿甲弹的 主战坦克 而是手持RPG健康ATGM的武装人员 它最好的角色呢 当然就是一个装着坦克炮的装甲运兵车啦 从这一点上讲呢 它真的很出色 我呢也真的很喜欢它 当年买的第一辆坦克模型就是梅卡瓦3啦 你呢是怎么看梅卡瓦的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的内容 我是火箭书 把不一样的科学知识讲给你听 好了